千万不要往冰箱里放这三个东西 小心肝癌找上门 赶紧防备起来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说有一家三口竟然先后都查出了肝癌 那好奇的是 他们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 但是后来发现 原来他们的冰箱当中一直放着这三种食物 时间长了 食物变质就产生了致癌物 来看看您家的冰箱 是不是也放着这几个危险的东西呢 第一类就是腌制的食品 比如说芹菜泡菜腊肉等等 这些食物在低温的环境下 它本身含有的亚硝酸盐 就会更加容易转化为亚硝酸类的物质 这些物质是已知的明确的致癌物 对肝脏有很大的伤害 此外在冰箱里保存过长时间的腌制品 也会滋生细菌和真菌 那这些微生物也可能会产生致癌的物质 所以建议大家将腌制类的食品 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尽量快点食用 第二个就是坚果类 坚果类食物富含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是很好的营养补充品 但是冰箱里的湿度很高 坚果容易吸收水分 变软发霉 这就很容易产生黄曲霉素 黄曲霉素是大家熟知的致癌物质 对肝脏有着非常大的损害 第三种 淀粉类的食物 淀粉类主要是咱们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 比如说馒头 面条 米饭等等 但如果把吃不完的主食放到冰箱里 就可能会吃出大毛病 因为在低温的环境下 淀粉的主食会加速变质 出现小黑点 这些小黑点可能就是黄曲霉素的致癌物质 对肝脏有很大的危害 所以建议大家 每次调适量的主食 尽量当天就把它们给吃完 这样一遍 对肝脏有很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